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上 6月25星期五 第三節的織布課 請 首先呢要先 提醒 小朋友兩件事情 各位小朋友 你們看一下喔 你看老師在這邊綁一個 橡皮筋 這樣子到時候線 就不會掉下來 你看在這邊就會卡住 所以如果以後你們 在織布的時候也可以 在右上角這個桿子 把它綁一個橡皮筋 或黏一個東西 紙張還是什麼有厚度的 讓線不會掉出來 那第二個要注意的重點 是這個中線的部分 你看老師的中線 都差不多長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很一致的 好 如果你有一條中線特別短 像這樣子特別短 那其他都是正常的長度 你到時候織布的時候 織布我們是要把這個 下線往下壓 對不對 那如果你有一條特別短 瞧 如果你有一條 中線特別短的話 這麼短的話 好 那我們現在要織嘛 對不對 織的時候要往下壓 好 往下壓的時候 你看這邊是不是有一條 有一個洞 那我們穿梭子 是不是很容易穿 可是你這一條這麼短 沒壓到 你就要變 壓到這麼下面 洞 壓到這麼下面的時候 洞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那條線 好 洞在這裡才穿得過去 這樣是不是很麻煩 好 所以如果你的中線 不同長短的話 就會發生只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中線一樣長 那我這樣壓下來 你看洞在這裡 一次穿鎖子就穿過去了 對不對 鎖子這樣一次穿 就穿過去了 好 啊 這麼短的話 你看 我這個 鎖子這樣穿過去 就有一條 沒有穿到 要再壓更下去才穿得到 所以綁中線 綁中線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不可以麻煩 好 那補充就到這邊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來上 6月25號星期五的織布課 那上次老師有說到 有那個 這個 我們要來繞線嘛 對不對 那現在老師已經繞好 所有的線了 好 你可以看一下 好 搭配這個設計圖 好 這個中線是多的 好 那繞好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中線很平均的話 你看這個洞 是很正起的 不會有的低 有的高 都是一樣高 好 那現在要來處理這部分 好 老師說 繞完嘛 第一個要打結 後面就不用打結 都捲在這 對不對 都捲在這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辦呢 好 來看一下 好 OK 那我們因為現在主要是這部分 我們就錄這邊就好了 後面之後有用到再來 好 OK 好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先來看 好 先隨便找一條 假設現在是紅色的線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把紅色的線剪掉 剪掉 好 剪掉之後呢 把原本 這邊一開始打結 紅色的地方 好 好 短短的線這邊 好 好 短短的線這邊給它拆開 好拆掉 因為之前是打活節 所以很好拆 好 我們就把它拆掉 好 好拆掉之後呢 我們就把剛剛剪掉的尾巴 跟之前綁的那個頭 好 兩個打結 直接打死結就好了 沒關係 好 我要把它們打在同一邊 比較好 我們把它打在棍子的同一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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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稍微瞧一下 好 好 再抓到後面來打 好 好 好 把它打結 好 把它打結 那現在就可以直接打死結就好了 沒關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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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把它打結 好 好 我們把它打結 好 打完死結之後 這個多的線 就可以先剪掉 好 多的線這邊就把它剪掉 好 那這樣紅色的就OK了 那現在換黃色的 好 黃色的一樣 就是線的這一捆線就把它剪掉 然後呢 這邊也是找到剛剛頭的地方 好 頭的地方 短短的線這裡 好 看到嗎 好 短短的線這邊 好 一樣把它拉掉 好 這樣就解開了對不對 然後等一下再把這兩頭 綁在一起 就可以了 綁一下 這邊要給它拆拆 好 然後把頭尾 綁結 剛剛剪長一點的話應該會比較好打 你就可以剪長一點 然後打完結 再把 多的線剪掉就好 好 可能打完的時候會這樣子 有點 小小亂亂的 但是沒有關係 好 好 我們再把它 多的線這邊 從這邊剪掉 好 接下來換藍色的 藍色這邊我也把它剪掉 然後跟頭 一開始頭這邊的 藍色 把它剪開 好 剪開之後就可以打結了 好 一樣打時間 好打完時間再把多的線剪掉 好 這樣就看得 可以看得出來 對不對 好 三綑線在這邊 然後這邊 就已經是 繞好的線 好 下一個步驟呢 拿一個紙卡 長長的紙卡 從這邊穿進去 好 上線跟下線 這個比較高的是下線 那上線為什麼會比較低 因為我們有把中線 拉下來 讓它勾在這下面 所以呢 上線整個會往下拉 好 會穿越下線 所以這裡就會成為 形成一個三角形 好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有一個三角形 好 再來我們把紙卡 穿到這個三角形裡面 好 穿過去 然後 拉到最下面 來 像這樣子 所以呢 紙卡的上面 就會是下線 紙卡的下面 下面這邊 就會是上線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繞 要來繞這個叫什麼 繞梭子 那我們要看喔 我們梭子 我們繞的金線啊 最外面兩側 通常會同樣顏色的線 最外面 我們兩邊 是藍色的線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要在這個梭子 繞一百圈的藍線 好 如果你的梭子啊 已經 這裡的線已經很厚 你可以把它解開 那如果你 梭子上面 沒有什麼線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 直接再繞上去 好 那老師先把一些解開好了 因為這邊有點厚 好那老師剛剛呢 把這個 藍色跟紅色的線 從這個梭子上面 拆下來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老師決定 那個 藍色這捆線 我繞 大概 七十圈左右就好了 好 那這個繞線很簡單 好 我們直接 這樣子壓著 好這邊頭留 一小段 頭留一小段 藍色 壓住 然後這樣子繞 好邊繞邊算 好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五 好 繞完之後你會發現 你這個線 就會被這個 你繞的時候就可以把線 這樣子 用另外一條壓住它 你看 壓住 看到嗎 這條線 對不對對不對 我們用這邊的線 壓住 壓住 這樣子它就不會掉下來 好 就這樣子一直繞 繞 七十圈 好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0 25 26 27 28 29 30 25 24 26 29 29 3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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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0 30 40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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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 7 8 6 9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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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8 6 9 7 10 好 烙完之後呢 就把它剪掉 好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那個撐尾線